好了,我們現在來到Part 2了 大家都看到一個很漂亮的... 底部不漂亮 即是很漂亮的,用樹枝筒包好的 一個有餡的 Strawberry Cake 現在我們就要 放Icing了 我就找了個假cream 我decorate 了 上面那裡 然後呢 我就做了些 假cream 那這些假cream 呢 就... 我鹽它的... 嗯... 白膠醬份量不太夠多 所以現在馬上加一些 好了,那即場呢 再做一次假cream 那... 大家應該會做假cream 如果不會做可以看回我之前 那個Cup Cake的tutorial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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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話呢 就順便... 講一講吧 那就是用... 輕黏土和... 白膠醬 就拌在一起 加一點水 那... 越多白膠醬就越... 液體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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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如果做蛋糕這些Icing 都是液體一點的 所以我的... 白膠醬的份量就會多一點啦 好啦,那... 現在就... 差不多啦 我現在要下了喔 那我因為有一個surface包了它 所以就比較穩陣一點啦 好啦,那現在就要下了 那... 嗯... 我包的時候呢 通常呢 都... 不會說要做到那個面很滑啦 因為我自己... 塗東西 包東西都是喜歡比較... 有些紋的面子啦 所以我不會好... care 它... 是不是塗得漂亮啦 因為我都... 我都幾喜歡一些... 紋... 的 哎... 我發覺我的口罪越來越差 我以前說話都幾好 不好意思 那... 就這樣 把它碰到底啦 把它的... 假cream 那... 但是就... 大家不用怕它說黏住那個... 因為我下面鋪了一層膠 那... 其實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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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就剪了一塊出來啦 那... 在上面又這樣上... 拖到下這樣 那... 然後呢 對了 我一直都是這樣鋪的 那... 其實我幾喜歡塗厚一點的... 假cream 鋪在裡面 因為塗厚一點就... 那個質感會比較多一點啦 那... 那... 通常呢 做這些是很亂的 那... 那... 所以下面都一定... 一定的鋪層膠啦 如果不是就做到整桌都是的啦 對了 就是這樣啦 那... 那...如果你看到那些多餘了的... 假cream 呢 就可以拿走 然後就... 塗在其他地方啦 那... 那... 其實那些紋呢 就很隨意的 你 thing 你就把它翻掉了 改造一下這樣 那... 那... 其實我也很喜歡玩那部分啦 因為都... 挺好玩的 сдie 底要貼得更穩固 ri 如果不是呢 一...ности 塗一次吧 那... 整個蛋固在上面這樣 assim... 這樣呢 就塗得不 好... 對不對 是啦 那就做到整個面都很快就是啦 原來這麼快就完成了 那我多收拾一點 例如做好面子 好,這樣 等一會 它沒那麼快乾的,應該也很久才能乾 所以 可能最後那種成品就沒那麼漂亮 即是我最後那種成品就不能給大家看 但我可能下一個影片會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就要 為了不要讓它的假霜黏在底部 所以我現在就找那支棒 就是把它旁邊的假霜 底下的假霜 把它刮一刮 讓它可以 沒那麼黏在整塊膠上 那這個是一個挺好的方法來的 因為你起碼拿出來 乾原拿出來都會容易拿很多 好,那接著呢 接著我們就要鋪一些 士多啤梨下去 那士多啤梨呢 就是在 很久之前做的 那我也挺喜歡做這些士多啤梨 因為都挺有用的 那這些士多啤梨就是用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 嗯 那就是 雪紙尖土來做這些士多啤梨 因為就 比較 對 那個 像樣程度比較高 哈哈 那 就做了出來 那如果不會做的話 可以私下問我 如果會做的話 就當然 現在可以 一步步這樣做 這裏 用乾舊精度就放上去 就只用一個圓錐弁 然後搓 毒毒的要弄下去 好 現在就放了 不好意思 我這麼快不知道為什麼說話 好像磁利根和 又說得很差 不好意思 我自己說話 那些 速度都會令自己很猛 好 我現在盡量說慢一點 那 我隔了一點空位才鋪上去 因為我覺得這樣好像漂亮一點 好過很密 好過很密 這樣呢 就再刮一刮 讓它乾一會 我想中間放不放一顆 好 好像很奇怪 這樣 我看看中間可以有什麼放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可能可以放些 芒果上去的 但就覺得好像不太配 好 那現在我們 我們 就 等一會兒我去拿一個製成品給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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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做出來肯定會很大分別 這個是一個參考 我下一個影片錄的時候 我肯定會貼上這個切了出來的照片 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做出來不知道會怎樣 或者是不漂亮 因為我做出來的 都應該有些保證 不要令大家失望 那我這個影片說話說得很差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沒有錄片的關係 然後自己的口才又好像很奇怪 然後說話好像說得很快 而且說得不太好 比起我以前的影片 這個影片是很差很差 但希望大家可以見面 還有 我接下來也會錄影片 大家不要這麼擔心 好了 拜拜